111年房屋税缴纳期限到5月31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 目前还有五成屋主没有缴纳 提请纳税医务人每超过三天就要加征1%的制纳金 而如果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如期缴纳的话 也请先向社务局申请降税或者是延期分期来缴纳 111年房屋税缴纳期限到5月31号 地方税务局表示 目前还有五成屋主没有缴纳 提请纳税医务人每超过三天就要加征1%的制纳金 110年房屋税于5月份开征 缴纳期限至5月31日止 今年开征9万5千多件 目前上有五成左右民众尚未缴纳 呼吁民众尽快完成缴纳 预期缴纳者每逾3日按制纳数额加征1%制纳金 最高加征至10% 预30日人未缴纳者移送法务部行政执行署 8年分数以强制执行 如果因为疫情影响无法如期缴税 也请先向税务局来申请降税或者是延期分期缴纳 因应近期受疫情影响的纳税义务人 本局提供了一些降税或分期延缴的一个措施 针对营业面积减少的商家可以向本局申请使用情形变更 税率3%可以降为2%来课征 针对因为收入骤减而没有办法一次缴纳房屋税款者 可以来向本局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 缴税期间内申请延期的最长可以申请12个月 分期最长36个月 地方税务局提醒如果遗失税单可以申请补单 要降税或者是延期分期缴税 也都务必在5月31号前向税务局提出申请 以免于其被加征至纳金 借理会幻视报导